那今天的分享的主题呢 是要讲设计师的一些面试的一些细节 因为最近像是我们六角学院有 招设计的实习生 然后就有非常多设计的履历进来 然后虽然说以设计实习生的标准来看的话 可能都还算OK 但就看到了很多人其实还会犯了很多 当时我在刚出社会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一样会发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就想说借由这一次的机会 然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在面试的时候有哪一些东西是要特别要去注意的 或是哪一些细节的部分是可能你觉得不重要 但是其实像是我们在去面试别人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们会去特别去看的一些点 那我把字放大一点 那先就稍微来讲一下 我们在去求职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流程 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一些内容 首先呢刚开始你一定要先去找你的这些职缺 然后呢 再来呢就是要去准备你要去面试的时候会去丢的一定会丢的三个东西 一个就是履历再来是作品级再来是求职信 那接下来呢你可能就会有得到面试的通知 或者是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那如果有得到面试通知的话 接着就会去再去做面试 那面试结束之后呢 后续有可能会得到感谢卡 感谢信 或者是你还会有其他的二面三面等等的其他后续的东西 那今天呢我就会照这个求职的这个流程来顺一次 来跟大家讲说哪边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地方 那首先呢就是搜寻职缺 那在搜寻你的职缺之前 你应该要知道的是要先知道自己想要的或是适合的职位 以及你想要的公司的环境是怎么样 那先讲想要的职位 在你假如你是刚毕业 或者是你想要去做转职的话 你一定会有一些疑问说 那我比如说像是我是设计系毕业的 那我设计系毕业出来 我要做的关于设计方面的工作是哪一些 那关于设计的职位这件事情 我们在之前某一次的分享里面 也有比较详细的提到了每一个职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边呢就会去想说那你设计系毕业 那我想要做的是我要去走UI的设计师 还是我要去走平面的设计师 还是我要去走动态设计的Motion Graphic的设计师 那这部分就有分非常非常多的类别 那你在去做应征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知道的是 你想要去应征的是哪一个职位 这听起来很像是废话 但是很多人在去投履历的时候 他没有去了解说 这个职位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比如说以产品设计师来讲 你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些 可能你的等级没有到那边 或者是你根本不是想要去做产品设计师 想要去应该要去做的这些工作内容 但你还是去投了产品设计师 然后你可能你的作品集里面就放着 可能一些动画可能一些影片 一些跟产品设计师不太相关的一些能力 那你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你有去得到面试机会的话 那你在面试的时候就会完全不知道 对方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也没办法给对方这个公司 在这个职位上面所需要的一些能力 所以要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这个职位 或者说你适合的这个职位或是什么 因为像是刚毕业的 可能以新鲜人来讲好了 他可能还没有去建立一个很完整的业界 需要的一个能力 像设计师毕业 你如果要去找平面设计师 你也很难说 你也很难跟外面的人说 我就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你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 如果你在可能在在学的时候 你没有去做没有去接案 你所碰过的所有的都是一些 学校内部的不管是作业 学校的一些比赛等等的没有任何实物经验的话 你很难去跟别人说 我懂平面设计师这个职位应该要去做什么事情 但很多时候是 你要先去立定一个方向 或是你想象当中的职位会是怎么样子 或是你想要之后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因为所有人当开始在去工作的时候 一定就会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嘛 一定大家都是从没有经验开始去 慢慢的去累积经验 才有办法去从junior designer 变成是senior designer 那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职位之后 接下来呢 你要去想的是 那你想要去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像我自己那个时候 毕业之后想要去找的就比较偏向是 新创方面的一些公司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 或是在处理事情 或是跟别人沟通的一些过程 在以之前在学校跟其他人合作的专案 或是一些课堂上面团体讨论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我的一些思考逻辑 或者是我的一些做事的方式 会比较接近或是新创方面 会比较会是适合我的一个环境 因为他们可能他们的分级 阶层的分级没有到那么明显 然后或者是每个人 在做的事情可能不会是那么单一的 每一个职位可能会去 需要去划分到 分配到比较多的不同部门的一些合作 那如果是一些你想要做的事 去做比较像是大公司下面 非常专一的在去做一件事情 在做那个职位要做的那个工作的话 那你就适合去找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像是可能像是华硕 像是鸿海 里面它的阶层的分级非常的明显 然后工作的分工划分的非常的明确 所以你在那边的话 你就会去做非常专一 非常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的个性或是你的能力 是比较趋近于这个方面的话 那你应该要去找的就是比较像是这种 阶层划分明确的这种企业 那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想要待在台湾 去做工作的话 那你一刚开始去寻找的途径 就也不会比较不会像是从 104等等的这些管道去搜寻 因为那里面可能放的都会是 比较偏向台湾的企业 那你如果要去找一些国外的企业的话 可能就要经由一些国外的平台 来去做搜寻 那下面的话就讲一些 我就把我那个时候会去找的一些地方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最常在设计权里面 很常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会是朋友去介绍 因为可能在你非常多的 毕竟是设计系毕业出来 那很多可能你很多的学长界 或者是你从里面去认识的一些朋友等等的 可能都已经是在 一些设计公司里面 或者是其他公司的设计部门里面有担任一些药职 那你可能就可以从经由朋友的介绍 然后介绍到 可以去直接去进去面试 这是在设计权里面还蛮常见的一种做法 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像是公司的一些官网 公司的官网呢他就会直接不发布 可是他可能也有同时发布在其他的平台上面 那可能是他自己的公司的一个页面里面呢 就会有有写说 那我们公司现在有在真人 然后也在真什么方面的人 像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是 像是在好好这边里面 他就有像是他们有在真才中 然后呢下面呢就会有 他们现在在真的这些职缺有哪一些 那就可以针对你自己里面 希望的一些职缺 然后可以直接去看他里面的一些 职缺的一些说明 这种的话就是会直接的放在公司的官网上面 那你如果要知道 公司的官网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是你有去 平常有在去关心 你想要去的这些公司 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真才的资讯出来 这就会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当你要开始去找工作的时候 通常大家都会想要以 有兴趣的或者是有听过的 自己真心喜欢的这些公司 如果可以进去他们公司的话 应该会是一个 排在比较前面的一个选项 那那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也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以我自己有听过的 然后或者是我有感兴趣的 我想要去进去他们公司成为他们一份子的 我都会在他们的官网 或者是特别去关注 不管是他们的粉丝专业等等的 因为像是 比如说我想要去找的都比较偏向是新创的公司的时候 在前几年 在这些资讯通常都不会在104上面来去做发布 104上面可能都是一些比较老牌的一些公司 然后才会去在上面去做直缺的发布 那通常在一些比较偏新创的团体 他们可能都会在自己的观望 或者是在Facebook他们自己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发布 或者是在一些 可能如果他们有开一些社团的话 可能就是里面的CEO 或者是里面的HR 会在里面去做发文 然后去说希望大家可以 跟大家说 然后可以从这边去投一些履历 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私人的 然后一些比较难去找到的 如果说你平常 在你要找工作之前都没有去做这些的经营 或去做这些的搜集的时候 你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消息的 就只有当这些消息被推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原来他们现在有在整人 所以会希望 如果说你想要进去你自己喜欢的公司的话 要去多关注一些这些公司他们的一些发布的消息 可能对你来说才会 会是更有 更有那个机会 可以在他们可能一发布消息的时候就会知道 然后接下来呢 我在 求职那个时候 很常看的还有一个就是脸书的社团 那假如是UIUS相关的社团的话 他通常会在这个UIUS台北这边 里面会有发布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关于设计 不管是UIUS相关的一些 职缺都会在里面找到 那可能里面贴的 可能会是 像是他们会贴104的广告 104的这个职缺 或者是他们自己在 他们自己在粉丝专页 发的一些JD的内容 那从这边呢 你就可以去做搜寻说 他们就因为就是 他们是一个社团 然后很多的公司都会直接把职缺放在这边 所以你有时候去滑一下 或者是你有朋友也在里面的社团 他会在里面 tag你 然后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 可能也还不错的一些资讯 那接下来呢 就会是Urator 这边呢是 大家到比较后来的时候才有比较多的公司在上面去做使用 那这边呢也都比较偏比较新创一些的一些公司会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去在上面去找一些 可能你有兴趣的一些公司 或者是他这边也会有一些 比较像是实习方面的一些机会 所以你有可能从实习也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些搜寻 那下面还有一些比较要讲的 还有像是PTT的这个版里面 也都会去放一些一些职缺的一些资讯 那里面在之前法律还没有规定说就是在 在三四万以下这边一定要去 就是直接直接写出你的详细的职缺的薪资的时候 在这个版里面它有强制的规定说你里面一定要去写 你的薪资的范围是多少 然后里面呢如果你开的薪水是可能在业界里面偏低的话 下面就会一片虚声 所以这边也就可能会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筛选的机制 就可以让你知道说可能赶在这上面去PO的一些公司 可能就会是一些比较有公信力的或是大家去审核通过起码在薪资上面是OK的一间公司 那下面几个呢都会比较像是如果你要去找一些外商公司 或者是在一些国外的公司的话 会比较常会运用到的一些平台像是Linkedin Linkedin就是国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平台 它上面有非常多的HR或者是一些公司企业 会在上面直接做职缺的一些发布 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呢经由连结去找到一些非常非常多相关的一些职缺 所以如果是想要去找一些国外工作的一些人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下面几个就像是像Midrops也是 他也就是当然他在台湾的他在台湾的一些企业都也还是有 然后他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企业 比如说像是去去菲律宾或是其他地方 所以你要先知道说那你想要找的是什么样的公司 然后你就会去在相应的这些管道上面去做搜寻 然后在上面你还会去找到说那才是真正属于你会去想要去找的一些职缺 然后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 那是我自己在去投履历的时候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我其实虽然有开104但我几乎不会在104上面去做履历的投送 可能在104上面因为如果有使用过104的人就会知道说 在104上面呢他是不能去发像是附件 或者是在上面你只能使用他在上面比较致式的那个履历 去做一个职缺的一个投递 那以设计行业来讲的话 如果你看到一个那么致式的履历 也是不太美观的一个致式的履历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不太会勾起想要去邀请你来面试的一个心情 所以如果是在104上面看到我有兴趣的一个职缺 那我可能会再到他的官网或者是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粉丝专页 去找找看他有没有去发布相关的这个资讯 有可能是前面有发布过 然后在104上面还没有撤下来 或者是在104上面也同步的去做发送 那不管怎么样如果再去对方的官网 或是他的一些公开的页面 有去找到相关的职缺的话 我通常就会直接寄信到对方所发布的这个信箱里面 因为像前面里面有提到过 如果说上次去做 在104上面可能你发的是公司官网的信箱 那如果你在对方的官网 或者是一些他的公开的一些页面 可能是像他的CEO或者是他的HR 当你有机会把你的这些求职的东西丢到一个 在他们公司体制里面相对更核心的人的时候 对方看到你的这个机会 第一有一个相对上面的一个提高 那接着呢 在你如果是直接去投 用Gmail或是用其他的传统信件去投的话 你在信件的撰写里面 也可以相对的更客制化一点 你也可以直接去插入一些附件 譬如说下次把你的履历或是把你的作品集 或是把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的连结 都可以放在信件里面一次性的去寄给对方 那以这种方式来去做寄送的话 通常会对方会感觉到一些比较 比较尊重或者是比较 觉得你会比较有用心来去看待于 投地直缺这件事情 在104上面可能就是看到 你想要的你直接勾起来 然后直接一次性的去做履历的一个发送 可能没有去太过于思考说 那我是不是想要去投这间公司 你就比较像是一个乱枪打鸟的感觉 就是那我就是这50间公司 我全部都投了看哪间公司要回我 在投履历的这个心态里面 如果有时间的话 在你前期的时候你应该去选择好 你自己有兴趣的来去做一个兴趣的一个 志向的一个排序 然后接着呢再去按照 按照这些排序再去丢你的履历 因为到如果说你所有丢的全部都去邀请你去做面试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排面试的时间就会非常麻烦 你还要再去做第二次的筛选 那不如在最前期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先选5间公司 或者卷3间公司 然后在每一间公司呢 你去做最客制化的一个撰写 从求职信到后面 我们后面会比较详细的去讲说 像是求职信这些东西要怎么去做撰写 再去做求职信或者是作品集 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撰写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比较针对这间公司来去做 来去做一些描述 那对方的公司呢才会觉得说 你真的是有备而来 或者是你是才可以感觉到 你想要应征这间公司的这个心情 那前面讲了那么多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让你自己处在可以快速应征的这个状态 什么叫做让自己处在能够快速应征的这个状态 就如果你在前面都一直在去做 直觉的这些搜寻 但是如果当你找到了 一间公司你很喜欢 那他今天 刚开直缺或者是开了好几天 那你想要去投这个直缺 但是你的履历 你的作品集你的求职信 全部都还没有写好的时候 那你是必须要再去花这些时间来去把 这些东西给去撰写好准备好 你才能不能投履历 那如果做过设计师的作品集的话 都会知道说作品集的这个整理会非常非常的花时间 你要把作品集整理到好 你可能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在职的这个状况 你可能都只能利用下班的时间来去把你的作品集做一个完善的准备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花可能比如说你花了一个礼拜把你的履历 把你的作品集把你的求职信也全部都整理好了 但在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对方已经把直缺给关掉了 或者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人的时候 那这种时候呢你就会错失掉了你去投这个履历的这个机会 所以接下来呢就会讲到的是履历撰写的部分 那履历的撰写呢 有些公司会特别的会去规范履历的一些格式 像有遇过说就是不要放照片 或者是在履历上面不要去放私人的联络资料等等的都有出现过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可能就会 在我们下面这边所讲的东西 就大家会去根据公司的规范来去做一些删减 那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正确的使用标点符号跟书写的规范 这份文件应该有些人就已经有看过了 这是一个中文文案的排版 那里面就提到了非常多像是你的中英文之间需要有空格 数字跟单位之间要有空格 然后数字使用办形数字然后 中文使用 使用全形标点符号等等的 里面都有提到非常多在书写上面 比较制式的一些撰写的这些方式 像是投履历信的时候 如果说在里面有发现到 譬如说像是中文跟英文中间没有去做一个空格的话 我就会觉得在这份履历的撰写 对我来说是不及格的 那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点 但是在去如果你有把一份文件里面去做 做这样的全部的调整的话 那起码再去 在当对方面试官或者是hr 在看到你的履历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你是有在认真在去对待这份履历 所以这个 这一点应该算是非常非常基本基础的一个一点 就希望大家在去投履历的时候 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就会讲到像是撰写的一些基本资料 那基本资料呢 通常如果要写的话 就只会写姓名跟联络方式 那联络方式呢 可能就会像是你的email 或是你的一些其他的作品集的连结等等的 那自撰的部分呢 自撰的部分有一些争议 就是你有人会有人会希望会放 然后有人会希望不放 那我是觉得自撰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你自己的个性 来去决定说你需不需要去放这份自撰 那自撰很多人都会把它误以为 它是一个自我介绍 但自撰其实 在自撰当出现在履历上面的时候 它应该其实要比较偏向的是自我推销 你要去推销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要去让面试官去看到你这份履历的人 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你大抵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一定不会去讲说 我是谁 然后我出生在哪里 我家里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跟几个兄弟姐妹 这些都完全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讲的譬如说我今天要去应征的是网页设计师 我可能就讲说那我有 我有UI的能力跟我去学程式的一些技能 或说当今天我要去应征的是 US的使用者经验的一些设计师的话 那我可能要去讲说我很热衷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今天要去应征的是程式的设计师好了 那你就会去讲说我有一些可能去有一些自学的一些能力 我去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去Google去找一些解法 那这些都是可以去用几句话来去表达出你的这个人格特质跟你的在于面对事情上面 或者是说在这个职缺上面他适不适合拥有这些特质 当你在去撰写这些自赚的时候 你要去挑选的是在你根据在你要去应征不一样的职位的时候 那这些职位是需不需要有这些特质的 或是有如果说你有这些特质的话那去应征这个职位会不会有加分的效果 你要挑选的是用这几句话来去来去描述你自己 所以你可能会再像是前面讲的你去根据你去想要去应征的每个不一样的职位 你可能就去更改你里面想要去撰写这些话 但他都可以去表达说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自赚的重点呢是去表达你自己 那这边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小诀窍 就是可以练习用三句话来去阐述你自己 你用三句话然后去把里面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格特质 是为什么适合这个职位然后用很简洁的方式去写出来 因为自赚通常会放在履历的最前面或是放在求知性里面 所以他这个部分呢他需要的是一个很简略的一段话 就不需要写个像作文或是像散文一样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篇幅 这边以我自己来去做观看履历的经验的话大概两三句话是 算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蛮长的长度 而且也足够可以去展现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学经历的部分 那学经历的部分呢这边会建议大家 会把所有的这个陈述做一个量化的转变 因为在学经历里面最重要的是 你要怎么去清楚的去表达说 你曾经做过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让面试官从文字里面 用看的就可以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很厉害 或是我做这件事情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改变 那这种时候呢使用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量化的数字 会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先讲比较简单的讲学历 那学历的部分呢通常是只建议撰写大学以上的学历 比如说就是你你大学你的研究所你的你的博士学位 或者你有双你有双学位双主修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写 但是就不要再写到以下到高中国中 或者到国连哪个国小都要写出来 那我就觉得东西就太多了 因为当你拥有了你写到国小那我不知道说 呃你国小读哪里跟你来应征这个这间公司的职位 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所以你只要撰写到你所呃所希望 你可以去可以为你的应征这个职位 来加分的部分的学历才需要做一个撰写 那如果是刚毕业的呃新鲜人的话 就可以去放一些在学校的时候去做过的一些相关的经历 比如说你做过了什么活动的总招 你当过了系学会长 然后你去呃做了参加了学校的什么比赛 拿了什么拿了什么奖 但提到这些事情的唯一的要素就是你要去 让对方知道说这件事情为这件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跟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比如说下面我就有举例说 如果说你只有写说我是呃一个设计师年会的总招集人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但好像也不知道说你到底有多厉害 那如果改成下面这种方式是说 我曾经担任了2019第一届设计师年会的总招集人 然后组织了两个系 共200人的团队 创造了单日超过3000人的观展的盛况 那这种时候你会看起来就说哇你好像真的很厉害 然后我也是大概能够了解到说你好像厉害的程度到哪里 所以透过用数字去做一个把你的结果做一个量化的时候 它就可以很直观的去让你知道 可以去让观看者知道说你可能到底你的程度到哪边 然后你去创造了多大的一个改变 那像前面所讲的 你不能只单讲说你担任了系学会长 那你担任过系学会长可能跟这个职位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要想出系学会长跟你的这个职位中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比如说在系学会长的时候 你有去筹办了多少的活动 然后多少跟设计相关的活动 或是你去重新研绎了 重新计划了什么样的一些一些 系上的一些讨论等等的 那所以你才会有了一些 譬如说你很懂会议的规划 你很懂跟人之间的沟通 那这些都是你可以从 这个你担任过的这些经历 你的这些可以跟你现在想要应征这个职位有一些关联的 你要想办法去把这些经历找出这些 有助于你应征这个职位的关联性 那如果说找不到这个关联性的这些经历 就可以不用去撰写出来 那讲完学校的经历之后呢 就要再再 如果说你是已经有工作经历的人 那这边就可以去做一些工作经历的一些撰写 那在工作经历上面的撰写呢 一定要写出来就是你担任了什么样的职位 然后你在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 你负责的主要是有经历过了哪些的工作内容 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是跟前面的那一点一样呢 今天我们在讲的很多东西都会再重复重申这个重点就是 相关的数据的一个support 比如说你写的是说你在2018到2019年担任了八角学院的设计师 那很多人可能都只有写这样 然后就没有没有再去做里面这些阐述 那你可能一样到了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还在问你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那你在去担任那个设计师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你做了什么样的阐述 那如果说你在履历上面的撰写 就已经撰写出一个大纲出来了 就已经撰写说我是八角学院的设计师 主要负责的是网页教材的这些规划 经手了10个线上的课程 设计超过50种不同程度的这些教材 目前学生的人数已经有达到3000人 那你们在去做面试的时候 那面试官就可能会直接问你说 那你那个时候在负责网页教材的规划 那那些规划里面你有没有去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或者是在你去设计50种不同程度的教材的时候 你去拿捏的点是什么 他就可以问你去问一些更仔细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可以再去在同样的面试时间里面 去可以更了解你这个人是怎么样 所以在履历上面的一些撰写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当然在两个比较起来 一个只有写说我是八角学院的设计师 另外一个讲说我在八角学院里面做到了多少的事情 达到了多大的影响 那下面的一定会让你看起来会是更亮 也会让你更想知道说 哦 那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那我们可以邀请他来面试看看 所以这些小细节的部分呢 都是在履历撰写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软体技能的部分 虽然这个部分应该有蛮多人都已经知道 但还是看到非常多的履历会用这样的一个写法 第一点呢就是确定熟悉的技能 你才要放到你的履历上面去 之所以会这样子讲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在上面写说 可能我懂 我懂 Illustrator 我懂Photoshop 然后或是我懂After Effects 然后我懂Premiere 然后就几乎把Adobe的全套都写上去了 但来面试的时候我问他说 那你 使用了After Effects 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你使用了Premiere 你是在做什么样的东西 会需要使用到它 因为看你的作品里面好像都是偏平面相关的东西 那这种时候他可能就会回答不出来说 那时候就只是我有摸过 然后我有玩过他的Tutorial 或是我有用他来 简单的练习了一个 或是只有男孩练习了一个影片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就直接的放到了 你的履历上面的时候 当面试官去问你说 那你对这套东西的熟悉程度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根本就完全回答不出来 那这种时候就是 你没有写比有写还要糟 没有写比有写还要好 你写出来反而就变成说是一个 一个 呃 去让面试官觉得说 那你既然不会 你为什么还要写 很多人就会把 可能他可能 曾经碰过的 或者是他 可能 呃稍微 就是有 有稍微摸过一两次的东西 然后就直接放到上面去说 我会这个东西 但这对面试官来去做面试的时候 如果他没问到就还好 如果他问到的话 对面试的一个 呃 来说它是 它是一个扣分的一个选项 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 就是 绝对不要把你的软体的技能 用趴数来去做一个展现 比如说 范例里面就写了 我写什么 呃 Adobe Illustrator 有87%的熟练程度 呃 那这个 趴数是一个 比较 那你所谓的87%的 的熟练程度是 呃 跟谁比 是怎么比 是什么百分 以什么为百分之百的标准来看说是 有87%的熟练程度 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量化的一个解释 所以当这种时候呢 关于技能的解释 你要嘛 就都不要写 你就只写说 我会Adobe Illustrator 我会Photoshop 我会Adobe SD 等等的 就不要写它的 的熟练程度 那如果你真的要写熟练程度的话 麻烦就直接写 说我是熟练 我是普通 我是初学 等等的这些东西 是 才是适合写在履历上面的这个用词 那你看到帕数的时候 大家就只会一个 一个 看到就只会一个不耐烦 说怎么又是有一个有帕数来去做展现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帕数是 是多厉害 因为你的87%可能跟我的87%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等级 那你可能你认 你自己可能也没有错 你的认知 你的这样子的熟练程度就是有到87% 那我的认知里面来说 你可能就是没有 达到了这个我想要的 我在想象当中的这个标准 所以为了避免 这个沟通上面的误解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就比较推荐大家写着 直接写熟练普通 或是初学等等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撰写 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履历的形式 那履历的形式 其实基本上如果再去像是设计师的话 你一定会比较想要 就去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履历设计 因为毕竟假如是设计师的话 都想要自己做一个 不想要做一个制式的履历 想要做一个非常漂漂亮亮的一个履历 那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 履历虽然它的风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做得很漂亮没错 但是你的资讯的清楚 是在履历上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学过了视觉传达 它主要还是会著重在传达这点上面 而不是视觉上面 你如果把一个履历做得非常漂亮 做得像 比如说像是全算实话 你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夸张 但你里面所有重要的资讯 我全部都非常的不明显 然后里面我所要看的 比如说像是你的联络方式 就是我想要看你的经历的时候 里面的字小到一个不行 你说是为了美观才放得那么小 那对面试官来说 那些才是他真正在意的这些事情 你的表达这些风格 我可以从你的作品集里面 我可以去从你的其他的作品里面看到 不需要在履历这个上面 去花太多的心思去做 你的风格的一个展现 你可以去做一些巧思 但是最重要的就还是你的资讯 要是非常清楚的去做一个传递 那下面就还有提到另外一种方式是 因为像现在很多人在去看履历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美食官是用手机 或者是去 还想要去从 如果你的履历上面有其他的一些 作品的连结或是联络方式的话 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去用绘图软体 来去做履历的一个绘制 不管是用 Illustrator或是你是用Adobe SD都可以 把它画出来之后 你如果把它输出成PDF 然后PDF上面的连结 就会是可以点的一个状态 你不需要特别去设定 它就会是一个自动帮你去产生一个超连结 让你可以去做一个点击 这是一个 你如果要在履历上面可以再去 呃 再去做另外的呈现的话的一个小技巧 比如说就像是 做的这个履历的一个范例 那从上面去点上面的连结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再去做一个 呃 直接超连结到你想要去连结的一个网页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再从你的 呃 平面的一个履历可以去连结到更多的地方 那这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技巧 那如果你不是一个 呃 比如说你可能不是一个平面出身的一个设计师 或者是你对 呃 设计履历这件事情 不想要花太多的时间 或者是你想要有更多在 与 可以在履历上面去做一些连结的一些呈现的话 那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个像大家比较常用的 就是那一个Kick Resume 那在Kick Resume上面 你也可以去找一些 呃 大家都是怎么样去 呃 转写履历的 找一个比较偏设计的 那可能像它里面的履历呢 就会非常的 呃 简洁 然后它里面它就是一个线上的一个履历 所以里面的连结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 呃 直接去连结到 它要的那个页面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 这个页面里面去 呃 联络到 这个履历发送出来的这个设计师 那上面呢 就会很简单的 比较干净的去把里面 像你学到的一些技能 你的一些呃 教育的程度背景等等的 然后包括说像是它可以直接把 你想要放的一些作品 呃 有点像是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 呃 作品集跟履历 直接的就整理在一块 你就只要传 这个连结给 给对方 然后对方就可以从这边呢 去找到你所有想要给对方看到的所有资讯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设计履历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或者是呃 你想要 可以更快速的完成一个履历的话 那可能可以推荐大家可以直接使用 PixRazerMate 然后来去把履历做一个赚钱 好 那到目前履历的部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就先再继续讲下去了 好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 作品集的一个准备 那作品作品集的准备呢 它的重点就是 重值不重量 很多人会很喜欢把 啊作品集 塞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你可能就放了你把你从 你从大一到大四 整个四年里面所有做的所有的 不管是课堂作业参加的比赛 最后的毕业制作全部都融合成一大本作品集 然后就直接的 不管这个职位要应征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内容 你就直接全部把这本作品集拿去做 一个乱枪打鸟 那当这种作品集出现在面试官的眼前的时候 面试官是不会想要去翻阅这本作品集的 代表你也没有想要去让 让我去看到说 你真正想要展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那与其是你挑了这么多的作品 然后没有一个东西是重点 还不如你就挑三个非常完整去解释的一个专案 那可能是你从头主导做到尾的一个作品 那你可以去阐述因为非常多的这些内容 去选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专案 来去做一个解释 或甚至可以更少 那当面试官看到说 主要看作品集就只是看你的风格 看你的 这些流程 看你的沟通的过程 最后的结果 所以有没有符合逻辑 是不是符合公司的 在运作的这些方式 那如果当年的作品 其实没有办法从 这个方面去看出来的话 它只能看你的 设计的能力 可能是看你视觉 UI表达的 画得美不美观 那从这边的宅区做判断的路 你可能在最刚开始比较初级的 Junior的UI Designer 可能还有办法 你可能到比较后面 你可能是Senior的UI Designer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再用这种方式 来去做一个作品集的编排的方式 那作品集的作品的选择 有几点的要点 第一点呢 就是尽量选择近几年的作品 你不要就拿那种大一的作业 然后还要拿出来说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放在自己的作品集里面 那之所以会选择要是 近几年的作品里面就 比如说像是你要投的是 UI相关的职位好了 那在UI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的风格 或者是设计的标准规范 日新月异 它更新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你如果是挑了可能五年前的作品 然后来去做 来放在作品集里面的话 可能那个时候的设计的风格 已经不符合现在 这个职位所需要 或是现在流行的 或是在这个公司所需要的 这个设计风格 所以挑近几年里面的一些作品 来去做一个作品集的阐述的话 可能会对你来说是一个 比较有力的一个方式 你的作品 比较近 你也比较记得 比较清楚说 那个时候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然后你的作品的风格 也会跟现在比较像 也不会说 跟现在 会有一个落差 那接下来呢 第二点是要去挑一个 有标的性的作品 什么叫做有标的性的作品 有标的性的作品 就像是你如果是跟一些比较大的 企业或者是 或者是跟 在这个 专案里面有 负责到一些比较特殊的部分 比如说像是会跟 比较多的 呃 部门沟通 当这些 你可以去从里面去讲出 比较多跟这个 你要应征的职位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那这个作品就会是一个好作品 因为里面发生的事情呢 也是面试官会想要去知道的这些事情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完整性 比较高的一个专案 它可能是预算比较高的一个 一种一种专案 或者是 你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来去 做出来的一个专案 比如说像是 刚毕业的话一定就会 像是毕业制作 通常都会成为 呃 学生会放在作品集里面的内容 那为什么会选择把毕业制作放在作品集里面 就是因为它的完整性够高 你可能你花了一年的时间 来去把这个专案 来去完完整整的丛林打造出来 那里面就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节 或发生的事情 可以去跟面试官做一个阐述 所以当你的完整性越高的时候 面试官也会对 这样的东西也会越有兴趣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尽量是找由自己主导 比较多部分的这些专案 来放到作品集里面 因为后面还会讲到 讲到另外一点是 就是在作品分工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讲说 比如说像是 你假如放毕业制作 那你的毕业制作是 八个人一起做的毕业制作 那你如果没有把里面写清楚 说每个人要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那基本上 这个专案如果放到我面前的话 我会完全选择不看 不管他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有多么好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说 你在这个专案里面 你负责的是什么样的部分 哪些东西是你做的 哪些东西不是你做的 那这后面我们等一下会再 比较详细的做一个讲解 那接下来呢 就会讲到了作品标题的部分 那作品的标题呢 标题通常会把一些概率的内容写进来 然后也会把一些像是 你可能你这个专案 你可能是接案 然后你是接了什么样的客户 那这个专案呢 会是比较for怎么样的一个族群 那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在标题 或是在标题跟副标里面 去做一个呈现 像是你可能里面就不会讲说 你做了一个官网设计 你可能会讲说你去做了 你是做了八角学院的一个官网设计 然后在这个设计里面呢 为什么要去设计 这个官网 那是为了把它打造成一个 多国语言的响应式网页 那这样子写出来的话 面试官可能看到就说 那我可能我要应征的就会像是 我们公司也有同样要做成 多国语系的这个需求 或者是我们公司也要从可能是传产 或想要从原本的静态网页 去做成一个响应式的这个网页 那这样的一个标题呢 就会是会让面试官会想要去去点击进去去看说 那你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去做了怎么样的结果 所以在标题的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去下一些心思 可以去把标题 可以去稍微想一下说怎么样的整线呢 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题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比较像是建议大家可以放上一个类别 就是它作品是 是for什么用途的 它像是它是一个课堂的一个作业 或者说它是你毕业制作的作品 或者说它是一个公司的专案 或者它是你自己在公司以外 就去做的一个side project 那之所以会希望去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的时候 是当如果你没有去标注说 这个是一个课堂作业 那你可能你在去做设计的时候 会有一些遗漏的一些部分 可能去没有想到一些细节 或者是完整性没有那么高 那你可能把它放在你的作品集的第一个 那我可能看到的时候就会问说 那这个东西怎么没有想到那些 或是怎么那些没有去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的时候 你只会说那是课堂作业 你觉得 因为在课堂作业的时候 就不会放到这么高的一个标准 来去做一个作品的一个检视 当我知道它是一个做课堂作业等级的东西的时候 那相对来说 如果说它是一个课堂作业 但是你想到了非常多超出于课堂作业 会去思考到的一些范畴 那这种时候对面试官来说 可能就会是一个加分的一个条件 他就会觉得你连在去做课堂作业的时候 你都有思考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就是会让你 会让面试官觉得说 你可能是一个更全面性思考的一个人 你可能可以去负责 可能在这个职位可能会是需要 比较多沟通的一个职位 那你可能就会比较 会蛮适合这样的一个职位 你可能会去预想到一些 没有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那接下来去标注毕业制作 也是同样的一个方式 那最后 比较要提到的是 Side Project的这个选项 当你的作品机里面有出现到了Side Project 而且你的完整度还不错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 在面试的时候也是一个蛮加分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在与公司的公式之外 你还会有其他会想要去做Side Project 你有去有实践你的想法的积极性 或是你有你有在去从里面再去学到了 在原本的职位上面不会碰到的一些领域 或是你有从因为这个Side Project 有了跟工程师 呃比较面对面 比较比较近的一个沟通跟接触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在你原本 在你公司的这个职位 你可能是不会碰到的 但你可能在你后来要去应征的职位 如果会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你有做了这个Side Project 所以来说就会是一个加分的选项 所以很多人就会像是会觉得说 比如说像是刚毕业 然后你可能你在学校里面学的都比较偏平面设计 就是建议大家会去做Side Project 像是你去拿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 呃大的 大大企业的App 像是你可能去改造 呃Uber的App 或是你改造 Yahoo奇摩购物中心的App 那你去把里面你所思考到的这些流程 你去画的Wireframe 然后你去最后 传出的结果 为什么你会 会去做这样的改变 你从里面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些呢都是公司会去乐见 看到的这些东西 你不用担心说 你自己完全是一个没有经验 没有 呃 没有没有任何相关作品的人 你没有任何相关作品 那就是想办法去生出一些相关的作品 所有人都是从没有经验开始做起的 所以这些真的不是会是一个 你去或是想要去面试的一个阻碍 接下来要讲到 刚刚讲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 负责内容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 常见在作品经营里面会 呃会被大家 直接省略掉的一个部分 尤其像是刚毕业的 新鲜人来去投的这些履历 里面非常常会 遗失掉这个部分 那但这个部分会是面试官 再去看这份作品的时候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癥结点 就像前面讲到的 如果是毕业制作 你有非常多人 你是一个八个人的团队 那你里面你到底负责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根本如果从作品里面没有办法得知到这件事情的话 那这个作品真的就可以直接省略看 但是如果你有在这份作品里面去提到说 我担任的是这个组的组长 那哪一个部分 我主要负责的会是前期的这些规划 呃 视觉的这些产出 然后最后的简报 等等的这些部分是由我所担任的一个角色 我负责的是哪一些 呃哪一些产出的部分 比如说像是海报 包装等等的部分是我做的 那这种时候呢 那面书官可以去审 审视这些部分 然后跟看到整体 跟最后产生出来的这些结果 可以去从中去 呃分析出 可以看得出你在里面做了哪些努力 那这些才是 这才是一个成功的 作品集的一个展示 所以你里面就不要再写 像你设计师就只有把所有组员的名字列出来 你给他列出的是 所有组员里面 大家各自分配到了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说你又是负责 呃视觉设计 然后里面有另外一个动态设计 那这个专案是 呃跟第一次跟设计师合作 那这边里面 你在撰写的时候 一样可以去 试着去把一些东西给 量化 成一个数据 或者是把一些 呃 值得一提的这些经历写出来 比如说里面就说 有第一次跟动态设计师合作 那我主要产出的是 视觉跟平面 那最后的动态海报跟宣传动画是 动态设计师做的 但是我们有一起讨论了这些的 脚本的这些分镜 那这个是一个呃特辑的 按键 那我们花了两周 就把它给做出来了 是因为我们在沟通上面的花 呃去用了一些方法 才可以让我们沟通上面有那么的顺畅 那这部分就会成为 可能就面试官就会问说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 你们用了什么方法可以让沟通 呃这么的顺利 或者是那再去做这个特辑案的时候 我们去呃工作的轻重缓机 你们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的 这些时程规划等等的 这些都可以成为呃面试官再去做面试的时候 可以去询问的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问题 那最后呢当然就会有一个呃作品的一个阐述 那你每一个作品 譬如说你挑了三个作品出来 那每个作品你都应该去挑 最好的话就是挑一个一些不同面向的一些作品 他们各自去解决了不一样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各自有去跟呢 不一样的领域合作 可以像是第一个你去做了一个呃做一个APP 那第二个呢你去跟呃 跟另外一间公司合作去做了一个一个网站 那每一个不同的作品去有一个不一样面向 或者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APP 第二个就是WEB跟呃跟合作沟通 那第三个可能是时程规划等等的 去把一些你想要讲的一些主题呢 去分布在你三种不同类型的专案里面 所以就试着呢可以去把你这些专案 再去做一个呃总结的一个结论 就像前面一直以来提到就是量化这个结果 他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得到了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像在这边就举例说 如果你只是写说你呃你做了一个工程师专用的加油软体 那这样可能就不会引起大家任何的兴趣 那你如果讲到说你这个专案是装为三到四十岁的工程师所设计的 然后是因为要解决工程师的哪些问题 然后呢所以再去呃就去想出了呃什么样的一个解法 那他在app store上面呢已经达到了多少的下载量 那这些呢就可以让呃面试官在看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 哦你去为什么会从你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你从中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他可以去懂你在思考上面这些逻辑跟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结法 即便你可能你选择的这个结法 不是好的一个结果 你也可以去试着去阐述出来 不是所有的作品上面可能都要去做一个非常好的 一定要一个非常好的结构才可以放到作品集上面 你如果是在呃里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你里面怎么样去解决 如果你当时解决的不好 或者是你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可能到后面其他的专案里面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了怎么样去做解决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去做一个作品阐述 不是所有的作品集都应该是在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中间的过程你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我们在呃面试官再去做 再去面试的时候会去想要知道的一些点 即便你在最后阐述的东西是好的 那在中间你可能是一个很常跟别人吵架的人 你很非常难沟通 你不你不是一个适合团队合作的人的时候 那公司也不会找你进来 那是因为在这个公司是需要去做一个密切的讨论跟合作 再去做产出的 那在这样的公司环境之下就不太适合 你这种独来独往的人来进来去应成这个职位 因为它只会打破公司的这个平衡 那作品集有非常多的制作的一种方式 大家都会有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是作品集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所以我这边是跟大家讲说怎么样去可以去精进哪些作品集里面的这些写法跟细节 但主要的展现方式还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去用你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去做表现 那这边只是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如果你的作品集是用pdf 然后去夹在信件里面 那通常夹在信件里面的时候 我通常都不会去 直接的夹带一个档案进去 通常会用的是用一个连结 可能你传到你的Google drive 然后再去开一个公开的连结 然后再把这个连结复制到 放到你的mail里面来去寄给对方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去节省 像是你去打开 他需要去像是下载下来 到他的电脑里面或到他的手机里面 他才有办法去翻阅这个作品集 他可能会直接在线上就可以直接去把你的作品集给翻完 然后同时也不会去造成他们公司的信箱的这个容量的 的占据 因为可能就是 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面试的旺季 很多人都会投履地进去 那如果每个人都夹带着 一两百MB或是几GB的这个作品集的话 那在公司的信箱很容易就很快就会爆掉 还真的看过有人夹了 一两G的作品集的连结 传到就是直接直接传过来 那种东西就是真的是你连开都不会想要打开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去传一个PDF形式的一个作品集的话 就麻烦把它的大小尽量的控制到越小越好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就是你在于电脑上面你要是够清晰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是传到一些比较老派的一些公司的话 那你要去考虑的是在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合理的 合理的尺寸跟大小 因为在一些比较老派的公司里面 HR还是会把作品集整份的印出来 然后交由上面上级的长官来去做一个审阅 所以这一点呢如果再去投比较传统公司的时候 这一点也可以去再去多做询问的 譬如说你可以去问说需不需要寄一份纸本的作品集等等的 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在比较多像是新创里面的公司 现在在看设计师的作品的时候 通常都是直接看线上的作品集 像是有些人会直接加一个个人的网站 比如说像是用Wix 或是你是用WordPress去加一个网站 这当然也是一个蛮推荐的方式 那我自己比较常遇到的是 它会要求你会是一个Behance的一个连结 那Behance呢它是Adobe的一个就是去放作品的一个平台 你就在Behance的界面就长得就是像这个样子 你里面就可以去把你的作品呢去做一个摆放 那这边呢还有提到一个叫做 Adobe的Portfolio 那Adobe的Portfolio它是一个 跟Behance有联动的一个软体 它也是可以做线上编辑的 这边就可以看到说它可以跟Behance来去做整合 做整合的意思就是你在Behance上面已经放好的一些作品 你可以直接非常轻松就直接汇入到了Portfolio里面 然后它会直接产生一个具有RWD的一个作品级的网页 就像是刚刚看到我原本的Behance的页面是长这样 那我直接就汇入到了Portfolio之后就产生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里面就包含了我做的一些作品 然后里面呢你还可以去做调整看说 我在不同的装置大小上面看到了会是怎么样子 那这边呢它里面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主题 可以让你去做一个编辑 所以你可以就是直接的去选择你想要的一个主题 然后它就会直接的套用套用了这个主题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你就可以去产生 产生出一个一个作品级的一个网页 然后里面的东西呢都是可以再去做个别编辑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工具 就推荐给大家可以做使用 好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撰写求职性的部分 那求职性这个部分呢很多人也都会忽略求职性这个东西 他就会觉得说那求职性就不就是 我有把我的作品级或把我的履历给丢过去就好了吗 那求职性有什么好重要的地方 那其实求职性是一个可以再去让你多表现你自己的一个地方 你有一整个信件的这个字数可以去再去多表现你自己 那你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呢 求职性里面看到的人可能不会是 你有可能记到看到的是HR 或者看到的是设计总监 或看到的是更高层的一些主管 那如果当你的信件里面有更多的这些描述的时候 那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可以去增加 你邀请你来面试的这个机会 那求职性里面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些细节 然后再一一的介绍给大家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标题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但标题也是一个非常多人会去忽略的一个地方 标题最重要的就会去把你的应征的这个职缺 跟你的姓名给填出来 所以很多人就会直接放一个名字 或甚至连名字都不放 只放了设计师或是放了非常多的可能连 信件的主题也都不打 就直接寄过来 里面就夹了一份一份作品集 然后可能里面作品集里面 然后也没有提到任何的姓名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作品集是谁的 所以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你直接在标题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这些基本的资讯给填上去 你可以就讲说你这份的来由你是要应征职缺 那你是要应征八角学院的视觉设计师 然后你是谁 就把它很完整的写出来 一看 你在去做信件的浏览 HR 在去做信件浏览的时候 一开始就会看到说 你就是要去应征 应征职缺的 然后是应征什么的 就是一目秒然 可以直接不需要点开信件内容 你可以知道说 你看他可以直接把你归档到哪一个分类里面去 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信件的这些内容 那里面内容可以提到的是 像是你是从哪边知道这个职缺的资讯 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像是 前面有提到说 你可能会从你是朋友介绍的 或者是你是在104上面看到的 或者是你在官网上面看到的 那这边呢就可以去 特别的去提出来讲 如果像是你是朋友介绍的 那你再去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就会特别的去注意说 你是谁谁谁介绍的 那我可能要多看一下 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 是应征什么样的职缺 虽然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不断的重复去强调说 你今天要应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缺 即便你在可能在标题已经有写了 那你可能在内容还要再去强调一次 那最后呢是公司为什么要请你 这点是我认为在求知识里面 一个蛮重要大家可以去做 精进的一个地方 像你可以在里面提出了 符合这间公司职缺的一些条件或是经历 或者是你提出 这是第二点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点 就是提出这间公司需要改善的地方有什么 那我为什么只能由我来帮你去改善这件事情 但不得不说如果是提出像是第二点这样子的 的信件内容的时候 通常在去做审阅的面试官都会觉得 就是他对公司 起码要有一些程度的了解 你才有办法去提出 如何去改善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有什么可以 可以去可以再去更更精进的地方 他可能是他之前没有 没有预料到的 或者是公司一样有 一样有遇过 但是你提出的解法是一个 比较新颖的一个解法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可以提出一个 可以去让面试官 眼睛为之一亮 会让你去有特别 特别记忆点的一个地方 所以下面我一样去列了 列了一个范例 那范例里面的内容 有一些是我拿我自己之前 在去记的时候 再去稍微去做修改的一些内容 那里面还有 没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 千万不要写错了公司的名字 里面很多人会直接就拿 同一份的内容来去做复制贴上 这是人之常行 但是 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 就不要露出马脚 你一定要去把对方的公司给写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 你在要寄给八角学院的求职信里面写的六角学院 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公司的时候 对方就只会觉得说 真的是要投我们这间公司吗 所以里面呢就可以先 在 手段就可能可以再去做 稍微的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去附上 你的履历跟你的作品集的连结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会去在 有点小争议的地方是 有人会觉得说 履历跟作品集不应该分开 原因是因为 到了HR手上的时候 两份内容就会被搞丢 被分发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有人会觉得说 把履历放到 应该说作品集里面也要有相对应的履历的资料 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这是有一些人不一样的见解 当然我遇过的蛮多都是 履历跟作品集要分开的 所以我都会分开放 但我在自己的作品集里面 也会再去提到 提到一些基本的资讯 那中间呢就可以去讲说 可能跟这间公司的一些 关联性 或是可以去跟公司 需要再去修改的 需要可以再去精进的地方是什么 然后最后再去 在最末端的时候再附上一次 履历跟作品集的连结 这是一个在 信件里面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在中段的时候附一次连结 在末端的时候再去附一次连结 这比 你直接使用信件的附件 还要灵活的一种方法 因为信件的附件 他可能会有一个下载的 你需要去下载 那也放在信件的最后面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看完全部的信件 就直接 就直接把你cancel掉的话 就有点可惜 那放 连续放了两次的履历跟作品集的连结 这是一个强调的一个 小技巧 你可以在中段的时候就放一次 他可能就可以 点开放在旁边 或是他可能可以再继续读下去 那读下去的时候呢 你如果只在中段放了一次连结 那可能看完之后还要再拉偶去中段 然后再去点你的作品集连结 会再多一道手续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段跟末段 就同时都放上了相同的连结 就你不管 你的信件 你不管滑到哪边 都可以看到你的连结的时候 你的连结的曝光率才会是最高的 那这边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用附件的话 你的档案一定要打上 你的一些基本资讯 比如说像是你是放了你的作品集的连结 但你只打了一个proferrial.pdf 然后在作品集里面 你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一些基本资料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作品集到底是谁的 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你在作品集的这个 档案的名称上面 你也就直接把你的基本资讯放上去 也就是打说你是proferrial 你是谁的proferrial 你是2019的设计 视觉设计的这个作品集 把它是什么样类别的作品集 然后跟你是什么人 你的姓名是什么都直接撰写到了 作品集的连结的名称上面 这样再去做作品集的归档的时候 才不会出什么样的这个差错 然后在附件的名称的规范上面 有一些公司也会有特别的的一些要求 所以如果说公司里面 因为像公司有些也会有一些 在你要丢面试的时候 可能会给你出一个模拟的一个试题 然后他对模拟试题的档案 也会有一样一些有党名的命名的一些要求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 一样要去特别注意这间公司的这些要求 然后去打符合这些公司要求 这些党名上去 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面试的一个准备 那在这面试的准备的时候呢 会发生面试通常就是一个 会有很多突发状况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在试前的时候最好是去做 一些演练跟一些调整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那在面试准备上面呢 在硬体方面 你要做好的最大的一个准备就是 你要做好发生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都有办法介绍你自己作品 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说 我把我在求职信里面把 把我的作品集寄过去给公司了 那我就不需要再去带 我的作品集到现场去做面试了吧 然后一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说 收作品集的跟去面试的不是同一个人 然后收作品集的人也没有把作品集给面试官 那这种时候你没有去带任何的其他东西 来去介绍你自己作品的时候 那这个面试都只能去沦为一个 聊天跟空谈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种时候最好的就是 你可以去带电脑 可以去随时去做做present 那你的电脑可能为了 假如说他们是在一个会议室里面面试 然后可能会有可以去接投影机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去带一个转接头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尤其像是你假如是用Mac的电脑的话 通常都需要有转接头才有办法接到HDMI的线上面 那最重要就是像是你要把你的电脑先事前的先充好电 因为你有可能到现场的时候 那边没有其他可以充电的地方 然后但是你又只能用电脑去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那这种时候就是你只能先把你的电脑给充好电 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如果他到现场又需要去做一些上机的测验等等的 那第二点重要的就是要穿着整齐 那穿着整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像是我之前在学校去做毕业制作的presentation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就只穿着他平常在穿的 他穿着拖鞋穿着平常的T恤跟裤子 然后直接上台的去做一个还蛮重要的其中的一个简报 在还没开始讲之前就已经先被老师直接打断说 今天不管你讲了什么样的话 你今天要做这个presentation是要来说服我们 是要让我们去信服你的这个设计的内容 但你的这个穿着让我没有办法去相信 你所讲的这些东西是经过了什么样的的研究 或者是或者是讨论才得出的这样的结论 所以穿着这件事情没有说一定要是穿到西装笔挺 穿套装等等高跟鞋到这种程度 但是你起码一定要是一个穿戴整齐 像是你可能去穿起码穿一个衬衫或者是把你自己 把你自己整理的干干净净再去做面试的时候 对方对你的第一印象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是蛮重要的是提早到达勘查这件事情 因为在现场的时候一定会发生非常多出意料的事情 比如说像是约早上 你可能买了早餐去那边吃 然后零食拉了肚子 然后去找厕所 那这种时候如果你是刚刚好 到了现场你很紧张 然后你有想上厕所 然后忍了整个面试 然后你也没办法好好回答 然后最后也产生了不好的结果的时候 这种时候就是可以去事先去预防了这些这些问题 然后可以去提早到现场勘查 还有个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说你未来要到这间公司就职的话 那他现场那些状况会是怎么样 他这边的交通如何 他这边在附近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或者是他方不方便等等的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是纸盆的作品集 这里跟带电脑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处 他会是说如果说你在去做现场 面试官没有拿到你的任何面试资料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去做简报的时候 你可以去把你的简报也印出来 成一份纸盆的档案 然后交由给面试官 然后面试官呢就可以一边的去看你的面试的这些档案 然后一边的去看你的presentation 然后可以直接在presentation 在你的在你的纸本的简报上面 你可以去做一些笔记等等的 这是有助于面试官对你的印象的这些 的一些加分 那在面试当下的一些准备跟应答 我可能就在分成下一次的分享 再跟大家来去聊聊好 因为后面还有蛮多东西要聊的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为止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